记者邱书玉新北报道, 睫毛上的白色蟹蟹,竟然是虫的排泄物。 50岁的张女士睫毛经常有白蟹, 眼睛不红不痒也不痛, 半年来越来越多, 前往台北慈济医院经有眼科医师沈佩宇检查, 拔下两根睫毛放在显微镜下查看, 竟然有毛囊乳形满虫在蠕动, 若不治疗可能造成毛囊发炎, 久性潜眼症 沈佩宇说,毛囊乳形满虫属于寄生虫, 不是细菌或病毒, 一般眼科药物、抗生素或日常的清洁方式都无法杀死藏在毛囊深处的满虫, 必须以茶树精油来治疗, 并持续两个月, 才能杀死所有成虫与虫卵。 毛囊乳形满虫存在于许多人的皮肤上, 沈佩宇表示, 他们爱吃表皮细胞及皮肤油脂, 尤其是油性腹质, 异常痘痘, 有酒草鼻, 免疫力弱的人较容易罹患, 而且病人通常没有特别的症状, 只是早晨起床时 睫毛上会有类似头皮屑的前性分泌物, 沈佩宇说, 毛囊如形满虫会造成炎简发炎及脚质化, 若不治疗, 可能引起毛囊中大发炎, 严重的话恐变成永久性的前炎症, 满虫有很多种, 形状各不相同, 都产卵于睫毛毛囊, 经过一到二的星期腐化未成虫, 病人早上起床看到睫毛上的白色屑屑, 其实不是眼屎而是它的排泄物, 深配于提醒, 日常清洁很重要, 要定期换洗毛巾, 床单, 针头套, 尤其喜欢接睫毛, 上眼妆的女性更要注意清洁, 避免试用开架式眼妆, 自身的化妆品至少三个月要换新一次, 避免病菌滋生,